夏星期要交報告了 我今天一定要借這本書, 人家都爭取這本書 不要忘了, 如果餓了, 你好嗎? 我還可以, 我趕時間了 先走了, 再見… 你肯定嗎? 好吧 銀包 蛤? 剛才還在這裡? 我圖書正在銀包裡面 蛤? 一定是正確的人 喂! 還給我銀包 I didn't see your wallet 喂! 看到嗎? 你說什麼? 我想圖書正和銀包 你還給我 啊! 這裡有個寫廠嗎? 現在是工作時間 兩位超級特工人 我身上沒有在身上 我身上沒有穿衣服 我穿衣服 我穿衣服 背心 有 Trenchcoat 風衣 有 Dia Stalker 獵綠帽 有 Mannifying Glass 放大鏡 Pipe 煙筒 有 不過這裡扣,不用了 準備嗎? 準備 Dia Stalk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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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明白了 但是我的證明一定是你書包裡面 我自己看了 不不不不,我的電影都在裡面 一定是裡面 兩位少安無躁 讓我們發揮所場幫一下你們 吧 削減是指定 那些事是正確或是正確 有理由 而又有可能發生的事 就是合邏輯 Logic 沒有理由 而又沒有可能發生的事 就是不合邏輯 Logic 兩位偵探 我不明白了 可否簡單一點 很簡單 我們來看看 這個表 如果我100%肯定的話 就用MUST 如果我50%肯定的話 就用MATE MITE 或者CUE 如果我0%肯定的話 就用CANT 他應該是很好的學生 沒錯 方家還回到學校借書 他一定是個好學生 確實 他不可以是個好學生 他一定不是個壞學生 我們必須做一些正確的批評 沒問題 推你 我們最厲害 你必須是最好的學生 我們一天在做政府工作 兩位大偵探 可否先找回銀包 我再不借一本書 那本書就沒有了 你必須趕快解決 我只想離開她 好的 別急 推了一步一步 既然事情已經發生了 我們就一起研究一下 看看這宗 是否有計劃的偷竊案 她一定有計劃偷竊 即是100%可能性 She must have planned She must have planned the stealing 她有可能計劃偷竊 即是50%可能性 在這裡 may might 或者could 都有50%可能性的解 She may have planned the stealing She might have planned the stealing She could have planned the stealing 而她沒有可能有計劃偷竊 即是0%可能性 She kind of planned the stealing 根據這個表 只要加上一個軟性式的動詞 推理就是這麼簡單 Jane, give us more examples 沒問題呀 根據我的推理 其實在這麼短的時間裡 Alfred肯定沒有時間 偷走Betty的錢包 I also think that Alfred Kind of someone from Betty 在這麼短的時間裡 蛤? 說了這麼久 原來她不是賊 I told you from the beginning it wasn't me 但是偵探 那我的銀包到底去了哪兒 我精準的眼光告訴我 銀包就掉了在不遠處的長角 I see It must have been a collision that did it 是呀,是我的銀包 還有圖書證 阿天,很棒,找到了 喜歡偵探故事的讀者 一定知道福爾摩斯 Charlotte Holmes這個名字 福爾摩斯一直被認為 是有史以來最優秀的偵探 每年他在英國倫敦Baker Street 即是貝克街221號B的住宅 都會有成千上萬的遊客去參觀 無論福爾摩斯是維多利亞時期的紳士 亦說是新一代的盈藍 他對犯罪現場細微的觀察 和精準的分析 都令到世界深月成福 而各國都有很多福爾摩斯的研究組織 包括政府部門 不過福爾摩斯不是一個實際的真人 他是一個創造出來的故事人物 創造他的就是Sir Arthur Conan Doyle 一般稱為阿南道爾爵士 阿南道爾爵士一生寫了56個短篇 和四個中篇偵探小說 全部都是以福爾摩斯為主角 和四個中立地收入 對選高同工智要疑 對選高同工智能 每次面對選高同工智能 我們要特別的角度 下一位提交準 我們要選高同工智能 或是三個中華 尖明 阿南島有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